佩洛西蔡英文一意孤行 玩弄正值台胞买单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8月3号星期三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李久哥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本港新增4547宗确诊个案 包括4321宗本地确诊个案 其中1711宗为核酸检测确诊 2610宗为快测阳性 且核酸复合阳性个案 再来看几条简讯 政府今日表示 获核实资格的约636万名市民 将于星期日 获分期发放第二阶段消费券 当中约621万名市民 会获分期发放5000元消费券 8月7日获发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 此外约15万名 符合有关资格准则的 新登记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新来港人士 获分期获发1万元消费券 在7日获发的第一期券额为3000元 特区政府考虑放宽海外敌港人士 酒店检疫期 有消息指政府今日开会讨论相关事宜 医务卫生局将在会议上 交代最近的酒店检疫人士 核酸检测数据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则会交代 在安心出行应用城市的试行情况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证实 红黄码制度将与缩短酒店检疫期 一并实行 早前有消息指政府至今仍未决定 酒店检疫期日数 但卢宠茂曾承诺不会多于5日 政府今日宣布有本周期推行星期五便服日 政府雇员逢星期五可穿着运动服或便服上班 以鼓励及方便他们在公余时间 多参与康体活动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 政府十分鼓励政府雇员在公余时间多做运动 保持身心健康 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适逢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将于星期日举行 由本星期起实施星期五便服日 希望大家培养恒长运动的习惯 反华分子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意孤行 孤注一掷地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在昨日的节目中我们也谈到 他此行权威个人政治利益 行为自私卑劣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规定 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国历届政府也基本上信守这三项承诺 并且确保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 官方往来与关系 美国当局这次政治安排 明显地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 违背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承诺 单方面破坏了台海地区的政治平衡 破坏了台湾海峡的和平发展局面 直接造成了台海动荡 从而成为台湾地区局势恶化的最大乱源 外交部发表声明指 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篡访中国台湾地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严厉谴责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事情发展到今日 佩洛西的行动已为台湾地区带来严重后果 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不但是玩火 更是在玩弄台湾地区的同胞 影响到台湾地区同胞的生活 首先是佩洛西已知蔡英文的异己想法 对台海局势造成影响 也影响到本身已紧张的中美关系 因为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地区 解放军空军苏杠35战机 昨日晚上穿越台湾海峡 此外从昨晚开始 解放军东部战区将在台岛周边 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在台岛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 进行联合海空演训 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并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 美国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 不断挑衅中国主权 掏空一个中国政策 甚至蓄意在台海制造事端 中国人民对此绝不会接受 国际社会也对这种挑衅嗤之以鼻 不仅如此 台商生计也受到影响 根据中通社的报道 有台美表示海关总署已经暂停台湾多家食品企业产品进口 在产品类别为饼干糕点面包的项目中 台湾107家拿到在大陆注册编号的厂商 有35家状态呈现暂停进口 占比32% 当中更不乏知名业者 有台湾地区高点厂商表示 现在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生产食品 肯定会给台湾相关产业造成不小的冲击 此前大陆已经先后暂停台湾菠萝世家级联务输入 台湾水果业步履维艰 看台湾菠萝等水果在忘记滞销就知道业者结果有多惨 并坦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按理说地区领导人应该投入政治工作 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玩弄政治 让市民买单 让整个社会民不聊生 显而易见佩洛西窜台除了给台独政客拉多几张选票外 不会给台湾社会 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带来丝毫的利益好处 台湾民众只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有台湾网友批评说 佩洛西拿台湾2300万人的生命安全当火种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玩火 可恶 近日在台湾地区相继有民间团体集会抗议 指责佩洛西窜台 更名言佩洛西的行为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更有民众表示不欢迎战争贩子 从传媒报道可见 有台湾民众直言美国人狼子野心 台湾人民根本不欢迎佩洛西窜访台湾 天意不可欺 民意不可为 佩洛西窜台极大的鼓舞了大陆民间支持统一的民族热情 不少微博网友纷纷表示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希望来真的快点解放台湾吧等不及了 面对大陆及全球华人汹涌澎湃的强大民意 台湾当局应该清醒的认知现实 美国当局特别是台湾当局绝对不要把14亿中国人民逼到最后一刻 爱好和平的祖国人民绝对不希望与台湾同胞相奸和太极 但是对于中毒至深的舔羊舔美的台独分子 奸也许就是最好的良药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久哥 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